好,各位同学,那么在上节课的课程之后 我们给大家顾示简单的一个小作业 如何用print的函数 把这个hello反鞋-n word 给原封不动的输出出来 上节课的课程中我们预期的结果是 反鞋-n并不会原样输出 而是被当成了一个换行服所给输出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看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是因为print的函数 把反鞋-n当作是一个转移字符在处理 也就是说在print的函数内部 这个反鞋-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字符 它是转移字符的一个标志位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解决这个问题的想法就是 我们需要让print的函数 不把这个反鞋-当作是一个转移字符的开始的标志位 而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普通的字符 好,这个就可以对应我们上节课所讲到的 这个转移字符的分类 我们提到过了有一类转移字符是什么 当你这样的一个字符和Person本身的语法有所冲突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转移字符来表示对吗 最初这里我们可以把反鞋-本身也用一个转移字符来表示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好,我们看一下 那么要把一个字符转化成转移字符的话 方法很简单 在这个字符的前面加一个反鞋- 好,那么这里两个反鞋-它转移之后就变成了一个鞋- 那么这个时候就没有n什么事情了 n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字符 两个鞋-变成了转移字符 好,然后我们回撤,实际看一下结果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反鞋-N,远中不动的输出了出来 有些同学可能现在还有一点迷糊 那么其实这个和我们之前所说的不像的一个实例 nit-go是一样的 在这个实例里面 由于我们的这个引号和我们本身的字符串引号是有所冲突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把中间的这个引号用转移字符来表示 我们当时是在引号前面加了一个反鞋-杠-对吗 那么同理,你在这里也是一样的 我们在这个反鞋-杠的前面再加一个反鞋-杠-得到我们要的结构 好,那么有些同学可能觉得我举的这个例子是没有什么实际的应用场景的 我们编程都不会遇到 其实不是的,我给大家举一个比较有意义的例子 假如我现在想用point的函数 输出一个文件夹的路径 这个文件夹路径是什么 就这个 C盘,然后文件夹的名字叫做Losswind 然后Losswind的指纹夹 指纹夹我们叫做Losswind 我本身是想输出一个文件夹的路径 但是最终实习的结果却发现变成这样子了 这是因为反鞋到N被当作了换行服来处理 文件夹的开头的第一个字符是N 好,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很明显 我们可以在每一个反鞋杆的前面再加入一个反鞋杆 把这个反鞋杆转密一下 然后就是我们要的这样一个结果了 但是两个反鞋杆 假如说你的文件路径很长的话 你会有很多个这样的一个反鞋杆 这个不太好对不对 那么还有没有别的解决方案呢 有 给大家再讲一个概念 我们来看一下另外的一种解决方案 我们不在这个反鞋杆前面再加入一个反鞋杆 而是在字符串的前面加一个小写的R 好,大家注意看这样的一个输出结果是什么 和我们上面双反鞋杆输出的结果是一样的 那么加这个R的作用是什么 当一个字符串的前面加入了这样一个小写R之后 这个字符串就不是一个普通字符串 而是一个原始字符串 好,这个概念大家要清楚 那么原始字符串顾名思义就是 你的这个字符串里面它就是所见即所得的 你看到的是一个反鞋杆N 那它输出就是一个反鞋杆 它不会把这个反鞋杆N当作是转移字符 好,那么我们有些同学可能就会想到 反鞋杆可以这么处理 那么我们之前说的这样的一个nansgo 可以通过加R来处理吗 我们可以看一下 很明显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呢 虽然它是原始字符串 它不是普通字符串 但是它毕竟还是一个字符串 我们一再强调字符串 它的这样的一个引号必须是要成对出现的多端 你在这里出现了三个引号 它根本就不再是一个字符串了 它更加不可能是原始字符串 所以说这个呢 还是不可以通过加R来解决 这一点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那么关于之前我们所讲的这样一些字符串的概念 我相信大家呢 跟着我的这个课程啊 一步步的听的话呢 你肯定是能听得懂的 因为我讲课呢 讲的是非常细致的啊 但是我要说的就是 这些概念啊 如果呢 你不去记符记 或者是说呢 写代码比较少的话呢 不出一两个月 肯定呢 会忘的 差不多的 所以说这个方面呢 我给大家的建议还是这样的 要不记符记 要不读写代码 好,朋友们 那么我们下集课再见